我先打 我先打 我的事情最紧急 我先打 那你先打吧 好耶 这个门怎么打不开 大宝别着急 只要你们答对了我提出的问题 就可以使用电话亭了 那快开始吧 熊妹安全课堂开课了 请听题 每个人要说出自己为什么要打电话 我到热水的时候 不小心烫到手了 我想打电话就救护车 我的手机被偷走了 我要打电话给警察叔叔 让他们帮我找 那白雪你呢 我家里有一个特别大的蛮蜂蜂 我想找人把它摘下来 大家都很棒 第二题 你们知道自己要拨打什么电话吗 生病受伤 叫救护车要拨打120 要说清楚病人的具体情况和位置 太棒了 大宝又打对了 白雪 到你了 我要这条马蜂蜂 要拨打110 白雪 你说错了 什么 老师不是说过 有可能找警察吗 难道老师说的是错的 不是的 老师没有说错 可是像这样的事情 我们应该找消防员叔叔 我知道了 那我要拨打哪个电话 找消防员叔叔呢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我知道 找消防员叔叔 要拨打119 贝儿姐姐 谢谢你告诉我 贝儿说得很对 那贝儿 你应该拨打什么电话呢 我要抓小偷 我才应该拨打110 报警电话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 现在你们可以去打电话了 耶 终于能打电话了 听见警笛声了吗 你们能分辨出 这个是什么车辆的警笛吗 我知道 这是警车的警笛声 我怎么觉得 这是消防车的警笛呢 我也觉得是消防车 不是的 这就是警车的警笛声 很短促 又没有间隔 消防车的警笛 没有警车的节奏快 而且高声之间 是有间隔的 你们听 就是这样的 哇 真的有区别 大宝说得非常正确 现在 这个声音 又是什么车的警笛声呢 救护车 因为救护车的警笛声 就是忽高忽低的 白雪回答正确 大家听到这些笛声时 记得注意必要哦 我们知道了 最后一个问题 你们知道怎么区分 这三种车辆的警灯吗 这个还有区别吗 难道不是都有红色灯和蓝色灯吗 对啊 我觉得 别人说的没有错 回答错误 白雪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救护车的警灯 是红蓝两种颜色的 消防车的警灯 好像是 只有红色 救护车的警灯 是什么颜色 我想不起来了 前两个 白雪回答正确 小伙伴们知道 救护车的警灯 是什么颜色吗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呢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